爱的选择精彩内容 想先看 温柔男士性格好不生气 女方脾气直 咋成大问题 我现在就生气了 你得别说你生气了 他压根就从小到大 不知道人生气啥样 现场上演默契大比拼 两位嘉宾为啥这么大差距 完事了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 这老头不乐意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这不采业是吗 采业 喜欢咸口还是甜口 喜欢蛋白的东西 哪人都没有在我这里选择 女嘉宾难忘丧肤之痛 男嘉宾表示无法认同 过去的事情 现在过去 从未走不出来 因为以前那感情太好了 从来都没吵过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呢 就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孙霞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在诗中写道 相思深之 海非深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爱情不能将就 也凑合不得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 文文 同样欢迎宇室里面的四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你好 心中有爱 才能被爱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李婉 欢迎二号女嘉宾 生活就像一条路 我来找我的主心骨 我来自沈阳 我叫谢英华 三号女嘉宾你好 孤单是有你陪伴 快乐是有你狂欢 我来自沈阳 我叫文艳梅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的未来与你同在 我是沈阳人 叫柳红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除了是两个人的结合之外 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一般呢 我们都会选择 对方要有一个 比较和谐的家庭 这样相处起来 就更加的方便了 接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 就拥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大家庭 接下来 咱先看看男嘉宾的照片 又要看到了一个 一寸棉罐照片 就是对自己的容颜 相当自信了 但是我觉得 这身衣服穿的是挺有样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工作服 是啊 那到底它是做什么的呢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本尊上场 掌声我请 这男的又一米六 我有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你愿意加入吗 二的选择我来了 欢迎您您好 您好 四爷爷好 来 这人有一米七吧 一米六八 还没组织人高呢 对 声音很好听哦 磁性 对 而且真的很客气 因为我们都是晚辈 就是一有男女嘉宾上来 跟我们行李的时候 哎呦 我们真的有点受不起 真的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 我发现男嘉宾是特别有学问的一个人呢 因为在我这个角度看 他这个度数很厚 而且圈层特别多 我有一点不夸张 就是他那个镜片已经厚过他的镜块了 六百 六百度近视 不注意 就是看小说 小说 看小说 看小说 看的 我以前不那么重 就是 就是在四十岁 五十岁以后重的 这以前二百度 没想法 他越看不上越好 那不行 这个没想法 为啥呢 年龄大了 近视不见 也不要孩子 也不咋的了 那都无所谓了 你知道吗 那不行 只要重复在一起 两边沿途 就行了 刚才说了 你有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怎么个和谐法 我们家姊妹 五六六七个 都互相 谁家有事都互相帮忙 有事了 过年过几了 都到一起聚会 每年都是这样 特别好 从门倒行 掺和不 我过年就到我姐家去 我姐跟我一个月 不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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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是否像你们的年龄 像我们这事的时候 哪有这事 一般没有矛盾 一般没有 都特别拖几 分的每一家都挺和谐 对对对 命真好啊 就是关键问题是 不管你有没有困难 如果要是说 需要相帮的时候 小事他也愿意伸手 是吗 大事都处理 大事处理 谁要是个钱 还出钱呢 对 都特别特急 谁有事都不在乎 我跟你讲 这个大家族可不好相处 因为你姐几个处名 为了行 那还有另一半呢 对啊 什么轴隶啊 什么妹夫姐夫的 是不是 不担心 不是也挺好 你知道吗 大家都有大家的事 有他们的原则 来吧 那接下来咱看看 男嘉宾的生活是怎样的 压务333号刘先生 沈阳人 李毅 有住房 国企退休 儿子已婚独立 一个人的生活 久了就会寂寞 但每个人排泄的方式不一样 有人喜欢喝酒 有人喜欢玩牌 有人喜欢抽烟 但是这些我都不喜欢 寂寞了我就喜欢运动 锻炼身体 大家好 我叫刘瑞峰 虽然我现在已经73岁了 但是我的身体很好 很硬实了 我每天早晨起来 手手手捂着 就会出去锻炼了 白天没事了 就算算亲戚 去看看孩子 有时也去妹妹家看一看 我们家虽然是 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指编七个人 但是我们都非常团结 事数大了 我们从来没有分歧 谁有事都互相帮助 平时他们也总带着我去旅游 像塞亚 云南 四川都去过了 虽然跟亲戚们在一起很开心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 我的生活总还缺少了一个伴 女嘉宾 你是我的那个伴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接着联系民事室的女嘉宾 看一看对家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1号女嘉宾你好 问啥呢我都问说 哪位女嘉宾激闹的呢 我1号 脾气那么大呢 我大挺好 挺温柔的 对家男嘉宾的印象如何 挺好的 73岁还不像 长得挺年轻的 你羡慕她的大家庭吗 羡慕 大家挺好 那多好了 有人来吃饭 证明她人也有点好 孩子问了 外地不少 一回来了就聚一聚 家庭热的 过年过节就更不用说了 2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的性格不错呀 你会哄人吗 不会 我也不能让她生气 媳妇跟外边生气了 回来关心关心吧 咋关心咋问 在外边生什么气啊 什么事你回家说 慢慢说呗 生气又咋用啊 我不爱生气 我没心没肺 我愿意找一个会哄人的 我现在就生气了 咋的啦 用点啥来 男嘉宾现场哄一下你 我就是考验考验她 你别老吓我嘛 男嘉宾我跟你讲 家里家一块都有多少口人 四五十口人都没红过脸之间是吧 没有 你看你可别说你生气了 他压根就从小到大不知道人生气啥样 你知道吗 这一块在台湾里边就是属于盲曲 所以他不会红能原谅不 能原谅 我的性格很好 三号你嘉宾你好 你喜欢运动去运动什么运动啊 大运动没有 我一天就是走过 早晨半个多小时 晚上半个多小时 有时候跟他们去打的平衡行 除了他练着单杆 这练单杆的臂力啊 你相当惊人了 您是属于那种想停在哪个位置 就能停在哪个位置吗 对 现在单杆还能上去 一会儿不能上去 就是咔一翻就上去了 对 体格真不错 所以说女嘉宾您也喜欢运动是吗 是啊 您大概 您那个是挺年轻的 您那个头发是眼了吗 没整造型不太好看 头发非常茂密 而且白头发也不多 我喜欢打羽毛球 会吗 会 可以陪着玩是吧 可以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经常旅游吗 头几年经常去 一年去一回 第二年不是疫情吗 那就不出去了 一年最少去一次远地方 近地方不是 台湾了 海南 塞亚 云南 四川 远地方都去了 我喜欢旅游 你是跟团去啊还是自己去啊 我们自己家去 还是大家族一块去 那你们能聚齐吗 能啊 我和妹夫 妹妹 弟弟弟妹 最少六回 一走三对四对 这么着 完了抱团也抱团 但是一般人自我家人就能组成一个团了 对吧 对 您建议跟他家一块成团走 还是就像二人世界走 我怎么那都行 我不烦人多 人多更热闹 有人出路费就行 对对 要两个人厨艺更好 没事干呢 你出去溜溜溜的玩呗 你就觉得溜的 是对你身心最好的一个释放 是吧 对啊 好的那男嘉宾你已经和四位女嘉宾沟通过了 接下来你要从四位当中 首先选择出一位来跟您聊聊天 咱们二号姐姐呢 对你赞赏有加 而且呢 她知道你们家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一下就问到底了 你会哄人吗 但是男嘉宾这个回答呢 的确让咱们姐姐深感意外 但是呢 她又能给圆回来说明 她愿意加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 不是属于各色的人 她的性格也是特别随和的 因为她的这种表达 也一定能够愿意融会到你们这个大家庭里面 刚才又谈到了旅游 同时也谈到了运动 其实三号姐姐的运动 和你的这种感觉比较像 但是四号姐姐的这样的一种旅游 也愿意参与到你们家庭团的这样旅游当中 我觉得可能家庭的氛围可能更浓一些 所以二号和四号更突出 叔叔啊我就是从性格上面帮您分析分析吧 二号和四号呢 我觉得二号阿姨啊 她本人就非常喜欢跟邻居聊天 她就合眼儿 所以性格好的肯定是二号女嘉宾 是第一位的 另外呢四号女嘉宾 我知道她是一个挺随性的一个人 因为我知道叔叔是特别在意家庭和睦的 也非常重视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和相处之道 所以我觉得要如果安全起见 我觉得还从性格上 你多加考虑一下吧 好吧叔叔啊 那男嘉宾会选择谁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得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男女嘉宾江七害羞 没默契 为啥密室嘉宾还吃醋不已 没事了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了 这两头不乐意 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她不沉严实呢 才是 这老大人 这两头我就是个儿来点 眉毛我就不知道 男士性格好 不爱生气 女方脾气质 打成大问题 她一般会说脏话吗 不说 不说脏话 就是捣鼓两句 对对对 她就说你这鞋子鞋 搭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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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趣的 两口子都这么说话呀 相信大点都不行 但是也相信老是这样 精彩稍后继续 以前我近视还有散光 后来眼睛花了 看谱子还得戴老花镜 看远处还得换近视镜 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 太麻烦了 而且这老花镜带时间长了 眼睛酸胀 头也晕 有了这副超视力啊 看书 写字 教学 开车 看远 看近 只要一副就够了 高音 低音要转的自然 看远 看近也要收放自如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你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四十多岁以后 我就开始眼睛就花了 我喜欢摄影 要是在外边拍呢 还得戴墨镜 要不就黄眼 上那高原地边 或者是那太阳光墙的时候 等着一戴太阳镜 花镜 看不见 等着戴着花镜吧 又黄眼 到去年 然后听我们一个摄影的老师介绍 说她得再配一个超视力的眼镜 挺好的 能看远 能看近 这部眼镜戴了以后呢 她也不用摘 看远也行 看近也行 不像以前那个眼镜 还得这么扒了下来 太显老子 老太太似的 有时候喜欢旗袍 有时候我们上大课吧 一百多人 就是要站到后边呢 老师前面动作看不见 戴着这个眼镜呢 看近也行 看远也行 往后老师的动作我都能看着 她说你那个岁数大女漫前站 我说不用 我有这眼镜 这眼镜就是我的第二双眼镜 眼花就戴超视力 我是蒋纳维 我信赖超视力 超视力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眼花就戴超视力 地址和平区南武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西行20米陆北 超视力市光中心 配近专线02481681988 她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最终男嘉宾已选择几号 选择二号 选择二号 二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先看看二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张照片太古老了 我一般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这样装扮的人 穿着那样的衣服 戴着那样的眼镜 说着那样的小 插插头 就是学生妹嘛 很清纯嘛 非常的清纯 对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请女嘉宾上场 让我们把生活过得多彩 我是来日沈阳的新华 她太矮了 好 欢迎您 您好 你好 来 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她俩给你插插插插挺好的 牵手挺好 她俩顺手挺好 她俩顺手还相当 各爱你 女嘉宾哈 这个上场之后我们看到 是一位非常娇娇可爱的一位女士 她俩个着一笔挺高 都挺高 而且我们的女嘉宾 是相当自信的一位女士 对吧 嗯 男嘉宾说了 平时就爱六个弯三个步 这应该能牵手 我也是愿意三身步啊 就能玩 她这条件做一般人 都性格合得来就挺好 明月有另一半在身边了 会不会等对方 可以 会不会嫌弃对方慢 不会 嗯 我倒是觉得咱们姐姐这个大长腿 又细又长 你是不是一步顶别人两步啊 我走到是快 拉个手 拉什么手啊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走去 来吧 再接下来看看女嘉宾生活住啥呀 11964号 谢女士 73岁 水阳人 丧偶 有住房 国企退休 五子女 大家好 我叫谢英华 我喜欢扇木 扇木让人能沉下心灵 慢慢感受阳光 感受空气 感受大自然对人们的爱 同时也能锻炼身体 增强人的体质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散一散步 我性格开朗 没事了就喜欢和邻居聊聊天 虽然每天都挺充实 但是总觉得身边缺少一个人 少了一个陪我散步的人 你会是那个人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你看咱女嘉宾提出的要求多简单 就想找一个可以陪自己散步的人 我今天就先给你找成不成的 咱先试试行不行 这样俩人散个步呗 感觉一下 咱从孤单影之变成成爽入对行不行 来 有请二位 咱们从后边溜达一圈 完事了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 这两头不乐意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这不谁也是 大家族的人 就跟特别高中的人不一样 你现在马上从你那单身角色里抽离出来 现在你有媳妇了 俩个大道人溜达呢 媳妇把人的胳膊走行不行 真的行 真的媳妇是可以坐牢 真的行 如果是真媳妇才行 那不刚才给二位介绍一下 就让你们快速地感觉一下 真有老伴的啥样 那得晚的时候 过去也没有过一起接手 刚才的这个散步的这个感觉 就像他们年轻的时候 如果要是出门在外 是情侣两个人的话 一定是不能够让别人看出来 那年代是哪样 两人要是折手手 好像一笑死我 所以刚才女士也说了 我没这么走过 都是一个人走的 是不是啊 我想问一下 这样有老伴的碗 胳膊搏 怎么说呢 咱们那年代没有 现在也不必要啊 咱们那年代的人 没有胖的胳膊 不像你们现在小孩 老子抱着 人家大概还老不亲 咱们没有那结婚 所以你也没有这种渴望 老伴的碗就胳膊走 没有 没有 来吧 彼此打个分数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90分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同样 好 好 来接着想让位 咱们作为了慢慢聊啊 你先说 你是 我是 你是哪年生啊 十八年 那俩同年 几月分 十一月 那我生三月 我那几个小孩啊 两个儿子 我是没有小孩 什么单位也退休 电视机场 电视机场 水阳电视机场 水阳电视机场 我是商店 我和你老伴是 先说到感情了 咱们接下来共同看一看男嘉宾的感情情理 我和我阿姨非常恩爱 她当时有心脏病 我就多干点活 我当时上班有咸鱼的时间就卖一卖菜 每天两点起来卖菜 我舍得她干活 但是她抢了干 就这样我们互相服侍打拼 厄运总是不期而遇 当我们的生活出现好的时候 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人生足有高峰和低谷 我知道人不能总活在回忆里 我不能这样消沉下去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就这样在朋友的介绍下 开始了第二段感情 她性格挺好 但是总感觉两个人有分歧 总分分合合地过了七八年 直到分居了半年之后 我就和平地分手了 所以我来到爱的选择 希望找到一个 和我共度一生的那么一个伴侣 好 男嘉宾 第一段感情是非常好的 跟自己的妻子 但是由于她生病走了 其实我对你第二段感情 比较感兴趣 因为你里边说了 这女士性格还挺好 但是你俩还老有矛盾 这又不到 那矛盾从何而起呢 其实 比如做饭 要是说得破他们时间 我做完了 她不喜欢吃 她就不愿意了 不愿意就堵着呗 她想做的话 我说她可以做 她一般会说脏话吗 不说 不说脏话 就是叨过两句 对对 那肯定说 艾天咱们擦镜的呢 你看脑啊 说的话就是不能受听吧 我说闲淡搞不准了 她就说 你这闲的闲淡的淡 你挑刺吧 非常刺耳不好听 具体想我也想不好 反正是不好听 原配一些不在意的事 你堵两祖父她都不生气 那二婚就不行 那我原来心都没打我一下 这没咋的意 光光都有两祖父人 就是说你认为你家庭非常的和谐 但凡女方出现一点异样的声音 你就接受不了是不 有 有这么一点 有这么一点 她不干还净事干嘛 人家干你就被吃伤 不同的语气 你表达的感觉和感情色彩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好像正常的夫妻两口子 都这么说话呀 老公你今儿饭你做糊了呢 你咋咋吃啊 那晚上没有饭了 其实我们叔叔这 那能是这样吗 老公叔呀对不起 我刚才吃了你的饭 我觉得有点咸 不麻 老公这饭咋吃了 其实 你刚才的第二句的感觉 你认为是一种 对她的一种贬低和讽刺吗 嗯 实际不是 这里面有很多撒娇的成分 可能让大哥不能容忍的 就是你所做的任何一切事情 他想去就不吃了 不吃了白做了嘛 这些不得到嘛 啊 那不是脾气好 脾气这是不小啊 不算太不好 我其实叔叔他自己 不是评价自己不会哄人嘛 是因为叔叔之前 没遇到过这种状况 二号你家宾 你觉得这种情况 谁对谁错 你这种不对 我得扣人啊 我能让大陆重做吗 哪舍得呀 抽了是吧 那你先不好 你自己去做呀 不能做行吗 我自己做呀 对啊 好赖你也吃啊 马不过来像是 哎呀 等我回去做吧 要么怎么怎么的 他是男人 其实女人应该是家庭主妇 按老的传统观点来讲 但是现在有个男人 比女人做得还好 不一样 就是说你看 家庭怎么对待这个问题 那你说两口子在一块 那不可能随时都提高警惕啊 不是不用提高警惕 因为我这商店工作嘛 回来老头给把饭都做好了 哎呀我说这饭店买的啊 他说不是我自己做的啊 哎呦我太好吃了 我经常的 你现在做的不好 你自己做 嗯 你做熟就行呗 做饭要不好吃的话 那男士你应该怎么处理啊 对 如果你做饭不好吃 你需要女士怎么回答你 不是 这重做呗 那媳妇说不好吃了 老公给我重做呗 就是 那不浪费了吗 不过呀 它再不好吃 哎 那做完的那个饭那是怎么办呢 那就给扔掉啊 那不吃了就得扔掉了 那留下顿得吃呗 男嘉宾哈 你看你之前的妻子也说 这菜呀 咸你咸淡淡淡淡 不吃了 完全不吃了 你认为她脾气不好受不了 这是矛盾 那她怎么表达这个意思 你认为她表达得非常好 你能接受 她吃神儿 或者是 菜都稍微晃了一点而说 这个饭有点太硬了 那个菜还有点太咸了 那怎么办呢 明天给她烫 饭烫得大点就好了 菜大了明天再做点叶子地 调一调吧 那你能不能再从和我做一个 你也能继续一下啊 也可以 这态度行吗 能接受啊 那接受 那你嘉宾我想问一下 遇到所有的事你都可以保持这种态度吗 不一定 对嘛 就是真要是 你觉得这么跟她说话累不 挺累的 如果按理正常的情况下你想咋说 你把那个饭再给我放点水 咕咕咕咕 也可以是不是 那是也可以 不是可以 摄影大点都不行 那比像个毛似的 只要没有什么大事 都是互相关心的事 两口子 那没事找事吧 对不 你没有情绪的起伏 没有 很少 很少 还是喜怒不形于色 心里边很生气 表面上不表现 对 那谁知道你啥时候生气了 你跟你媳妇之后 你刚也没有什么生气事 两口子过这 那你不生气 咋跟第二人离了呢 都是和平和平分享 没有那感觉 只不过就是怎么说 事没做到那个地方 就是自己反应起来 都不熟 我那可能做事 他也不高兴了 就像好像是续分了吧 什么方式差点 所以男嘉宾 你刚才夸了一个海口 你说我不会让对方生气的 这就是错的 是吧 你就让第二人不舒服了 所以说两个人在一块接触 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 对 对吧 不可能俩人高度一致 这有的情商高 有的情商不高 互相退一步就不就完事了 没有恶意 他就不能 对对对 其实婚姻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 男性可能粗线条了 他偏重于逻辑思维 女性可能感性更强一些 但是这里面真的是需要一点 为对方做的任何事情 包括对孩子 对父母 都没有应该的 这件事情我去这样做 我不是应该这样做的 而是我出于对你的爱 对于家庭怎么样 所以对方在情治这件事情的上 不要以一个 你就应该去做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 另外一个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是所有的工作 坐在那儿了 人都是需要鼓励的 哪怕你稍稍有一点点赞美的话 夫妻知道 这是生活当中必须要做到的一点 虽然是小小的矛盾 但却导致了两人感情的分裂 其实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的不当的言语 即使你态度非常的温和 对方也感觉不舒服 即使是你争啊吵 但是呢 你话中满是对他的宠爱的话 他也感觉到不是生气 所以这个 我觉得说话是一种艺术 两口之间也得这样 你要给他俩脏脏脏脏挺好 你咋吵一下 就这里不化成温柔很好 这里也要吃 来吧 咱们不管怎么样吧 两个人在一块 尤其是二魂在一块 要揣摩好对方的想法 男嘉宾我想跟您说一句 你有高兴不高兴 一定要说出来 因为对方老揣摩你可累了 好不好 来吧 接下来咱看看 女嘉宾的感情中心 女嘉宾自称择偶没要求 咋反而增加相亲难度 就是我没有要求了 其实咱的他心里先找个 七岁八岁 对吧 他不想找一个咱的 我要一种恋爱的感觉 我要一种心动的感觉 我要一种感动的感觉 就是我看到这个人 觉得这个人值得 我跟他走后半辈子 你要的这感觉是啥样的 全在 你说些全有 男女嘉宾默契大考验 何等默契现场惊叹不已 喜欢咸口 还是甜口 喜欢大考验 你俩人都没有在我这里选择 爱的选择精彩稍后继续 现在199元 买到的是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链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还有两个太阳花耳钉 足足八件套 按照目前价格 也得好几千元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次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照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 八件金手式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上面 有个超大超重的龙珠穿梭 真的只要199元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为您解答 我们只有这一次的打广告的活动 不打电话 你是肯定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金手式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带出去给我们做个宣传 现在就打电话吧 喂 你好 在吗 在 小姑娘 你们这金手式我看一定很重啊 才199元 这已经是蛮便宜的了 刚才说女项链和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相有又大又透又绿的宝石 这能是真的宝石吗 大姐 我们只有做这一次活动 本来呢就是亏本 让很多人购买打品牌的 好好好 反正才199 上哪个金链都买不到 那我现在就定一套 好的 好的 你好啊 你再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你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对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定告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定告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节时间 快快来电 来吧 接下来 咱看看你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的第一任前夫 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 感情挺好的 我们也互敬互爱 但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 打败了我们 结婚之后 一直没有孩子 他又对这一点非常看重 他提出了分手 我也没过多的强求 后来经人介绍 我认识了第二任丈夫 我找到了真爱 我每天都在幸福中度过 直到五年前 他得了结肠癌 我在他身边 无微不适地照顾了他一年半 可是他还是走了 当时我就想 这样孤独终老算了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朋友的劝索 我也慢慢地走出了阴影 年龄大了 还是得找个人陪伴才好 男嘉宾 你愿意陪我走完余生吗 第二段感情 其实是给你带来 最大的一段幸福的感觉 是吧 就是那一段感情 觉得是在你人生当中 非常完美的吗 所以会成为 你在组成家庭的 一个最大阻碍吗 不能 因为之前 你对对方要求很高 是吧 现在 降低条件 傻子也有一般人吧 这也不是特别高 就是我没有要求了 事大了 就是这个人吧 只要你身体好 没不良嗜好 你对我好 就可以了 那你第一眼看上去 你要求对方傻眼 我不烦吧 力整点吧 七十七十三的 他心里想怎么 七十八 对吧 他不想到 这三年 这人得素质得好 他都不少 这人得好点 男嘉宾你觉得你烦他吗 不烦 不烦 第一步已经成功过关了 男嘉宾 就是你看他不烦 就说明你对他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你这种感觉要到什么程度 有的人说了 我要一种恋爱的感觉 我要一种心动的感觉 我要一种感动的感觉 就是我看到这个人 觉得这个人 值得我跟他走后半辈子 你要的这感觉是啥样的 权债的 你说一些权有 权底必须有 那你觉得这个年龄 想把这三个感觉 都找到的话容易吗 那就经过俩互相了解了 就是说一见钟情 你愿意有这种感觉 然后再继续走下去吗 对了解 就是一见不钟情 你会继续走下去吗 那不能 那不可能 不结束 我说咱那个吧 就这个年龄段的人 再想第二次牵手 就必须说是 两个人的感情为主要 钱啥这不太重要 我看啊 第一个是感觉咱俩行 才能处好感情 只要感情好了之后 我们才能生活在一起 我一看你 咱俩挺有眼缘的 我觉得你这也挺好 你觉得我也挺好 咱俩才能合得来 才能闹上 聊到一起 这样你可以慢慢处 感情才能处好 你有没有说你遇到过 或看到过某一位男士 让你怦然心动 有时候也有 也有过 所以在这个年龄阶段 想碰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 不是不可能 对 所以你会奔着这个目标去吗 我见到这个人 必须先一见钟情 所以只有一见钟情 才有下边后边所有的接触 是不 对 我的天哪 我们年轻人想碰一见钟情 都不容易 我因为就是这个年纪 主要是两个人 性格能合得来 能闹得来 能有个相处的 能挺好的就行 外貌 什么感觉 那都是次要的 感情是培养的 一见钟情太少了 起码看他 不讨厌就可以 那不还得有点感觉吗 对呀 一点感觉没有那能行吗 不可能说这个不看第二眼 一见钟情是哪找去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第一眼看得不烦 我能把这个感觉 归咎到爱情里边吗 那倒不是 我想问一下 培养出的感情 可以是爱情吗 只要两个人 能互相搭伴就行了 爱情多大事 还有什么爱情火花啊 这肯定是一号阿姨 二号女嘉宾 你同意咱们女嘉宾的说法不 也可以吧 一号阿姨 本身就是做事的人 她本身就是那种 就是经济型的 就是你经济状况良好 你也不用我负担什么就行 这个阿姨 我觉得她虽然已经73岁了 但她就是纯纯的少女心 她太简单了 我爱说 但我喜欢对方话别太多 哎呦 就像男嘉宾这样 一声不值得你最喜欢 他也能说话 谁说是能说 男嘉宾您是不太爱说的 是不 对 其实也不爱说话 你愿意倾听对方说吗 愿意 没用的我也不说 你别急 有用没用都落点 两口子 你哪些那么多有用的啊 我们上班的时候 就是说的 早餐走了 晚上回来 一边吃饭一边聊聊 今天您做的什么工作呀 对呀 遇见什么新闻了 就这事 一见钟情是见色起义 日久生情是权衡利弊 见色起义不是说那个好色的色 你知道吗 这个色是包含了它的 外貌 对对对 是这样 这个地方 这个词在这个地方 不是个贬义词 但是最起码的 我想在这个年龄段 只要是对方 不能够引起你的一些反感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对方能够符合 你的一些原则方面的要求 接聊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咱们今天留心 女嘉宾稍坐休息 咱们回见好不好 谢谢 男嘉宾啊 作为我个人 我特别不喜欢 对方心里想啥不说 真的 高兴就高兴 生气就生气 不愿意就不愿意 当然不是说 让你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来 跟老伴在一块生活的时候 尽我说话 他不喜欢 我也没问他什么单位 我也没问他要挣多钱 我什么都没问 他肯定得有算盘 没算盘我也不能敢 就这样 和对方想要有进一步的交往和接触的时候 你可能表达更明确一些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可能让对方能够更加知道 我怎么做才更好 好坏的 好你的 太好了 你心里有点瘦 你转身 我看你俩挺棒 你太平衡了 接下来男嘉宾 你要选择出第二位女嘉宾 和你聊天 选择几号 4号 接下来咱看看4号的照片 也是一位美女 我发现咱们编导真是用心良苦 把她们年轻时候的照片拿上来 让我们感觉到 她们也曾经年轻过 也曾经那样的意气风发 所以就要把当年的感觉 拿到现在相亲的现场来 就是那个照片一拿上来之后 好像有一个词刚好 就是流年时光 一下就带回到那儿一个 特别温柔的一种回忆 那个年龄对爱情是憧憬的 希望在这个年龄依然是憧憬的 接下来掌声有请女嘉宾 上场 我想找个跟我默契的人 我来的沙阳市 我叫柳湖 好 欢迎您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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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男嘉宾认识一下 您好 来 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阿姨为啥不化妆呢 连口红都没抹 化完了掉了 淡妆 她得找一米七一米八的 女士不太喜欢打扮自己 是吗 来吧 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女士 刚才您跟女士里交流的时候 喜欢旅游 对 喜欢走 这回给二位出一个非常默契的题 就都小声说的 行吗 二位都喜欢旅游 那么如果二位牵手了 我想问第一站 你们会选择去哪 我说一二三 你们就说出一个城市的名字 好不好 一二三 沙阳 是的 这两个地方有点远呢 这两个地方有点远呢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谁迁就谁 嗯 我迁就她 你去呗 那咱俩不去好几趟了吗 去就去 再去一趟吧 无所谓了是吧 对 你呢 我上哪儿都行 我就想去咱俩 没去过吧 如果她要上哪儿了 跟她去也行 就俩人不会因为这件事争执啊 刚才咱们聊了 男嘉宾特别不喜欢女士友脾气 你有脾气没 有 谁都有点脾气 生气啥样 你给你们表演一下 我没生过气 今儿晚上回家晚了 就这点事儿 来生个气友瞧瞧 不生不生气 回得晚就回得晚 爱回来不回来啊 回得晚就回 有事就回得晚了呗 你一点也不生气 那啥事一人就生气啊 你什么事儿吧 她就是不把她的工程修 那不就麻烦事儿吗 就是干活儿了 又不对心思了 就是 就有点啥皮疙瘩 这怎么没整好呢 行 给你家那啥 纱窗安个洞 出个窟窿 然后夏天五五进蚊子 来 生了点气 这样说她 对 把纱窗换了 纱窗都坏了 往五五进蚊子 换一个纱窗吧 就马上就换 马上就换 这不算脾气不好 是不 能接受 心里不觉得不得劲儿 没有 那好吧 好像是留一手都客气了 发现没有 就是对于咱们三四号姐姐来说 要找一个就是让她生气的 这件事情都是很难的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并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激起你更大的愤怒的点 是不是 对 对一点你和男嘉宾的这个不言不语 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 所以男嘉宾 如果我说出你的脾气的话 我相信你啊 都得颠覆你的三观 哈哈哈 来吧 了解我没有用 了解一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16189号 刘女士67岁 是洋人 离异 无住房企业退休 女儿已婚独立 眼前的黑暗 只不过是暂时的 我坚信 只要你张开双手 被遮挡的阳光 终究会洒满生活 大家好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 我喜欢阳光 喜欢旅游 旅游可以缓解压力 此精神得到放松 旅途 身体虽然有点疲乏 但是看风景 贫美诗 少民俗 听故事 哪个不是让人快乐无穷呢 一个人走得太久了 我更希望有人陪在我身边 一路同行 笑看彩虹 见证风霜 但是选爱人 又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就是要统一思想观念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没有共同的爱好 会加深夫妻之间的感情 你的爱好是什么呢 我是你喜欢的人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短片当中李嘉宾说了 要找一个和他有思想高度一致的 有默契的人 男嘉宾是不是也想找这样的人 是 那接下来我再一次考验 二位的默契度 好不好 刚才已经考验回了 相当没有默契了 接下来我只能简单的 看看日常生活中 两位有没有这个相同的地方 也是同时告诉我答案 喜欢咸口还是甜口 喜欢大口 喜欢大口 哪人都没有在我这里选择 行 答得好 太默契了 两人是意外的一致 意外的一致 那我接了 是喜欢灯山还是喜欢海边 一二三 海边 对 海边 对 让你一块 谁让你可这评价来了 你不老师 那跟人打狗 你回答正确 就一起 默契 你也喜欢海边 是不 最后一个不许说你对他对的了 那都假的 故意的了 就是旅游的环境 你们更喜欢那种接地气的田园生活 还是喜欢那种高档似的城市的繁华 一二三 乡村 对 乡村 怎么老漫半盘呢 男嘉宾 女嘉宾看出来了 挺听对方的 是不是 但至于他心里想的 有可能是跟你想的一样 有可能不一样 但是他完全认同你的想法 多挺 好 第四百个分数 男嘉宾给女嘉宾哪分 快 95分 女嘉宾 65分 接聊讲 而且坐一聊 来有请 那我不选他贵海开想五分 因为往往就是 就是 你对那个人吧 对 对 他对的人一定不对 你先问吧 有什么问题 我先问你 哪单位退休的 我有一点钟 我有一点十二嗓 我有一点十二嗓的 你搜啥的 我搜树的 搜多大了 不知道 你家干哪路现在 在省河区 省河区哪 复养医院对面 我也在省河区 我在汇宫光榻汤那一块 汇宫光榻汤 北战那块 你几个还有一个 一个 一个女儿 今天这大事 我呀 我五二年生的 啊 苏龙的 嗯 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女嘉宾难忘丧夫之痛 男嘉宾表示无法认同 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终于走不出来 因为以前她俩感情太好了 从来都没吵过 我就想再找一个方 肯定找不到那样的 就是你给自个的用 对 就给她的 就是有一个标准 就是再找就没有她那样的 我知道我这个未来的那个二婶家里好像 她摆放着以前老伴东西啊 你说这个东西还放家里 这可有点不行啊 二叔你觉得我说这事有啥毛病呢 没有 二叔你介不介意这事 我都会介意 爱的选择 警察稍后继续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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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足球报特别举行一次 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关键是这活动每一次都破例 给出超低价格 这次我们拿出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一款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双龙细珠金手链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大件提供给电视期前的观众 打进电话订购 凡是现在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 199元就能买到六大件金手式 而且两款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相有超大的宝石 超大 超闪 超绿 男项链上面还有一个超大超重 超圆的龙珠穿梭 戴上去气度非凡 霸气十足 很明显这个价格 没有按照国际统计价格来定价 关键是 您去全国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的 咱们这次大型推广活动 就做这一次广告 就为了让你戴得好 帮我们做个品牌宣传 你看到的话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了 你听到了吗 喂 你既然打进电话 就请你大胆说话好吗 嗯 那个 请你放心 我们的金首士啊 都是经过权威机构鉴定过的 颁发过鉴定证书的 而且都是通过正规快递给你送货上门的 这关键是你不用先给钱的 你就大胆问你想要问的问题吧 什么 不用先给钱是吧 是的 大哥 你不用顾虑那么多 我们是不会欺骗消费者的 钱啊 我们是等你确定要了 我们送到你家的时候 你再给钱就行了 你现在大胆的打进电话 是没有什么损失的 哦 你这个太便宜了 我有点担心你这是不是真的金首士啊 大哥 你都不用先掏钱 这个怕什么呀 这是真的六件金首士 有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镯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还有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足足六大件 你和你的爱人一人一套 戴在身上很富贵的 你好啊 你再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对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全景时间 快快来电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全景时间 快快来电 只有大胆主动打进电话的才199元 不管怎么样 打进电话万万都是对你没有损失的 现在就打进电话吧 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最开始的时候 我俩的感情非常不错 也非常默契 最初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相信 只要两个人心脑一宿奔 接着晚一寿司 肯定会越来越好 随着我们的拼搏 日子越来越红火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八年前她得了肺癌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感觉世界都黑暗了 可是我明白 我得振作起来 我就在她身边 因为不值得照顾她 可是 还是不能挽回她的生命 直到现在 平息来 我还伤心不已 后来 家人看我过得太难过 就给我报了爱的选择 确实人要往前看 不能总活在回忆中 男嘉宾 你能带我走要幸福吗 男嘉宾八年过去了 你觉得这个伤痛没有消失吗 没有 没有 你是觉得越来越痛了 还是说要好了一些了呢 越来越新 她依赖的厉害 我挺放肆 感情太好了 感情太好了 您现在住在家里 一般都会回忆起她什么 回忆起她那好的事吧 她帮我干这个干纳 有啥事都能帮我姐姐 心疼你 嗯 你家里还有她的东西吗 有 不多了 不多了 你敢拿出来看吗 不敢 那你为什么不丢掉 不舍得 不舍得 我不敢看 全收下来了 不看 有时候也想 但没人的时候 或自己在家的时候就想 嗯 也就是说 你每次觉得 想她是一种快乐 还是一种痛苦 是痛苦 那你为什么要去想她 你们有刻意回避吗 不想这人 忘不掉啊 就是忘不掉 嗯 我现在就受着 给影子里 不看 看受不了 因为我爸我妈照片 我不敢看 受不了 你有没有想过去改善这种方式 改善 过去这事情 现在过去 终于走不出来 因为以前他俩感情太好了 从来都没吵过 人家感情也好啊 叔叔 叔叔和他爱人感情也好 他就是男同志 那我是女同志 他不是一家里有活的 或有啥事 他活的都好 还能帮我一把 因为他内心有一个 最深处有一个 对自己的暗示 孩子知道 私职了 孙职了 孙职了 要孙职了吧 对 小外叔叔上学了 今年 那你还不如打个电视 看看电视 我一直把他们想忘了 我就这样想 把他们忘了 但心里 就是记着他们 其实我是 也挺强势的一个女人 我不是那么懦弱的 但就在这些问题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终于走不出来 只要一提到她 我就 不行 因为八年可不是短的时间了 有很多女士 一般三年就能走出来 不为别人 为自己 为孩子 我就想再找一个吧 肯定找不到那样的 就是你给自个儿的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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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再找就没有她那样的 你为啥要找那样的 非要找那样一模一样的 不是一模一样 找不着就是那样 那样人 找不着我爱人 原来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那你觉得你前半生 嫁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你的福是不是挺好的是吧 嗯 那你要再找那样事的 很难 对 就成为你那些那种纠结 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离开我了 让我后半辈子再找不到那么好的人了 对不 你也很纠结 挑了一来挑来挑去 我就认得做到人家 嗯 其实姐姐啊 你看你刚才说病也没看好也没有治好 可能过多的是对自己的一种责怪是吧 往往对于这个丧偶的人经常走不出来 就是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 就是怪自己没有更好的照顾他 没有更好的抢救他 没有更好的能够 让他从那样的一种生命垂危的状态下脱离出来 有很多人都是会这样 因为什么生老病死我们自己决定不了的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再造永生的生命的话 那科技已经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这个你怪自己与不怪自己事实摆在那 怎么样去接受这个现实 因为你只有接受了这个现实 你才能够知道这段事情 这段感情美好的已经过去了 如果永远不接受他已经离开你了 不在你的身边出现的话 你幻想着有一天他能够再来到你的身边 这样的话真的是让自己永远也不会开心的 所有的努力都要从第一步开始 我想让咱们女嘉宾做到的是 下一次再想到你老公你可以笑不要哭 你试一下好不好 你想到的既然是他的好 你为什么要哭 你悲凉的不是他的离去 而是你的凄惨 我认为你不在身边陪伴我了 我好惨了你才哭 如果你想到的对方都是好的 哎呀我老公多好 那是笑好不好 我觉得哭的有点自私 你在哭自己 你并没有在哭你的帐子好不好 咱把这个位置调整一下 换位这么一思考 你可能会好一些好吗 接下来就是我们爱的剧场 给二位看似平淡的交流 增加点矛盾 这个男方家呢虽然是一个和谐大家庭 但是呢我们非得给你加入一个挺事的 挑点波兰的好不好 二叔啊这后找老伴啊 好 你这俩过得还行哈 有个事哈 我爸可跟我讲了 然后家里人临时开了个小会 派我做代表跟你商量一下呗 我知道我这个未来的那个二婶家里好像 还摆放着以前老伴东西啊 这个东西还放家里 这可有点不行啊 而且二叔你说也怪吓人的 然后说心里话我们来回串门我们也害怕 你说大家在一起聚会啥的 咱也不希望是说有人三心二意的 对不对一心一根的过呗 你说你那头毕竟没了 你把家里东西处理处理吧 要把那房子卖了 然后帮我二叔家住也行 那就商量的来 他的东西可以不要 我们两个人合一合一 怎么好我就怎么住 那你不能说绑定我二叔 二叔这人老好人 你要商量的话一般都挺媳妇的 对不 二叔你觉得我说这事儿 有啥毛病呗 没有 二叔你介不介意这事儿 咱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呗 都会介意 那你看 你说 那这怎么办呢 婶儿啊 撤了就没事了 没有了 我家已经没有特别东西了 那婶儿你看你那房子能处理不 一看感觉一进到那一块你就没事儿 我说过说好几回你哭好几回 那可以 你也要算盘两岁以后房子卖就可以 后来万一你俩要挠矛盾了 那你还赖着不走啊 我就是有啥说啥的意思 不能挠矛盾了 即使走能走在一起了 那就不能挠矛盾了 再想要不走在一起的话 那就当时就决定走 我们不能在一起 二叔你赖我不提这事儿 不来杀了杀了杀了 我跟他杀了杀了 杀了杀定了呗 行可以 我还行 你看行吗 行 那就行啊 你孩子没意见呢 孩子 我到时候跟他说说呗 你确定行啊 要说我就真想呢 他处理好了 你俩再登记 你看这事儿行不 我叔叔跟我有心说那意思 你俩先登记 我们全家意思是说 别这么着急登记 把你情绪和理的东西都整明白了 要是不行 你看这事儿有眼睛吗 有 可以 那二叔我身合计好 这一性格真挺好 你俩再商量商量 到时候你也告诉我一声 我跟大家伙说一说 行不行 要行了 领咱大家伙面前吃顿饭 好不好叔 一定 那我先走了嘛 好 四号女嘉宾 你觉得对方跟你提出 这样的要求过分不 不过分 不过分 你不觉得 那我 毕竟我之前还有个老伴 对他还有感觉 留他点东西咋就不行呢 现在基本上没啥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对啊 你觉得这种做法对你来说是件好事是不 还可以 他能帮助你尽快地走出那种环境 那种感觉 对吧 男嘉宾你是真的建议对方家里会藏有自己前老伴的东西吗 不太建议 不太建议 如果他总拿出他老伴的照片哭 你会建议吗 那不好 对身体不好 主要是对身体不好 主要是对身体不好 你不会有一种 你都跟我过上了 你怎么老沉浸在过去的感觉里面 那我会劝他的 会劝他的 是吧 我跟你讲 其实丢掉自己的过往 丢掉自己美好的回忆挺残忍 但是我觉得对四号女嘉宾来说是件好事 为什么 因为你走不出来 你要哪天拿出照片跟对方说 这我老公当天对我老好了 那俩小日子过老开心了 好都留着 为啥 他能给你带来快乐的回忆 但现在你拿出来一提到 就让你感觉到很悲伤 那为什么要留他 只能割掉 所以女嘉宾啊 其实说到这地方 我觉得你也不要建议 你也不要说 哎呀这都是 对方逼着我这么做 你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 咱这样人听着日来怎么说 很明显 跟他俩说话的眼神像我一样 跟那个说话都不丑的 你还是注重外表 他毕竟他胃肉大 还是注重外表 其实他真正造的 还是这个 这个阿姨 好 其实把前一段的感情珍藏起来 这是应该的 如果要是真正的把它忘却掉 可能谁也做不到 因为之前的那段感情太美好了 而且两个人共同携手 走过了那么多年 想让他忘却是不可能的 人的情感是有延续性的 但是如果你要把他这些东西 或者是把他这样的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物品能够勾起你的 那么多的回忆的话 把它珍藏起来 就像我们把珍贵的东西藏在我们 心底的某一个角落 给他放在那 你把这些物品也是一样珍藏起来 然后我们能够轻装前进 这样的话对方才能够更好的 和你共享现在当下的美好人生 有一句话我想送给姐姐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他的好与不好 我们都不要去过度的去思念 因为已经不存在了 只有面对现在 面对当下 面对身边的这个人 才能共同的往前走 好的 今天来讲二位来到我身边 就有时候遇到这样的女嘉宾 我们稀里可着急了 可能言语上有时候会稀里一些 为什么 就像跟字尔佳人似的 哎呀 急的都不知道该咋说了 就希望能够哪句话刺激到你 能够把你从那种阴霾当中拽出来 我们都愿意去做 哪怕你此时此刻骂 你为什么这么跟我说 你伤害到我 你知道吗 如果有一天你好了 你就说哎嘛 那当头一棒才给我打醒了呢 我们都愿意做这样的人 知道吗 好的 其实姐姐 我们努力做到一点什么 当我们在谈论之前的那段感情的时候 就像我们在谈论别人的一件美好的事情 就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心里充满了阳光 嗯 好 希望 慢慢地能走出来 对 希望您加油 谁说都不好使 只有你自己努力才行 对 接下来有请女嘉宾稍微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吗 好 哎呀 好嘞 哎呀 男嘉宾 两位女士都已经聊过天了 了解的也差不多 是不是啊 接下来再给你一次机会 深入地了解她们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有请两位女嘉宾再一次上场 三位请看大屏幕 我念的时候啊 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啊 一 婚后生活费用由谁来承担 二 婚后如果出现一件不合如何解决 三 家人和朋友哪个更重要 四 最不能够忍受对方什么缺点 五 我生病了你会悉心的照顾我吗 六 会因为个人社交忽略对方的感受吗 有请我们的 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三 家人和朋友哪个更重要 男嘉宾 家人重要 四 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我生病了 你会悉心照顾我吗 会的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最不能永远对方什么缺点 来 二 号请回答 四 号 你最不能够忍受对方什么缺点 都能忍受 如果能生活在一起都能忍受 别拥去打麻将 好 来 接下来有请三位站到我面前 来吧 接下来 借助我们爱的选择心动时刻 华尔教在男嘉宾的手上 有请三位背对背站好 应该选择二号 你也应该给他撮合收合 人家写二号 有些杂志他不是说一见钟情一字 他肯定他还有条件跟着 好的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看看日常生活中两位 有没有这个相同的地方 也是同时告诉我答案 喜欢咸口还是甜口 喜欢大口都 两人都没有在我这里选择 答得好 太默契了 良人是意外的一致 意外的一致 那我接了 是喜欢登山还是喜欢海边 一二三 海边 对 对 那你一块谁让你可这评价了呀 你不老师那跟着打梗 你回答正确 就一起 默契 你也喜欢海边是不 哎 最后一个不许说你对他对的了 那都假的故意的了 好 就是旅游的环境 你们更喜欢那种接地气的田园生活 还是喜欢那种高档似的城市的繁华 一二三 乡村 对乡村 怎么老漫半盘呢 那就商量的来 他的东西可以不要 我们两个人合一合一 怎么好我就怎么做 那你不能说绑定我二叔 我二叔这人老好人 你要商量的话一般都挺媳妇的 对不 二叔你觉得我说这事有啥毛病呗 没有 二叔你介不介意这事 咱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呗 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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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都不产业是吧 才能吃 好乱你吃啊 晚不准一下是 等我回去做吧 样子也整整整的 你没有情绪的起伏 没有 所以很少 很少 还是喜怒不行于色 心里边很生气 表面上不表现 对 那谁这样啥时候生气了 你跟你媳妇之后 你爸也没有什么生气症 两口子过着 那你不生气 咋跟第二人离了呢 你新人做就不好 你自己做 啊 你做熟就行呗 不想退步 就不用完事了 一 请选择 最后选择环节 男嘉宾会选择 单纯简单的他 还是八年 难以走出情商的他 有的男嘉宾那么累 选择比自己大的 嗯 那怎么一定 非常漂亮啊 还是因为年龄相反 五 二 一 请选择 按选择精彩稍后继续 现在199元 买到的是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链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还有两个太阳花耳钉 足足八件套 按照目前价格 也得好几千元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次 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照 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 八件金手式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上面 有个超大超重的龙珠穿梭 真的是要199元 请大家大胆的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为你解答 我们只有这一次的 打广告的活动 不打电话 你是肯定买不到 这么便宜的金手式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带出去给我们做个宣传 现在就打电话吧 喂 你好 在吗 在 小姑娘 你们这金手式 我看一定很重啊 才199元 这已经是蛮便宜的了 刚才说 女项链和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希望有又大又透又绿的宝石 这能是真的宝石吗 大姐 我们只有做这一次活动 本来呢就是亏本 让很多人购买打品牌的 好好好 反正才199 上哪个金链都买不到 那我现在就订一套 好的好的 你好啊 你在让你们精力出来 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你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对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节时间快快来电 力量迸发 再次突破极限 释放 你可以更强 双慧王中王 肉无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慧 3 2 1 请选择 3 3 3 4 4 5 5 5 6 7 5 5 6 7 身体多少胖一点的 身体多少壮壮一点 胖一点 你要想胖一点圆溜的那种感觉的是吧 那倒不用太胖 眼睛还不要掌握 这胖一点也不行 太胖也不行 当然这男嘉宾说了 这演员 演员没想问了 这个不知道 不是说漂亮就是演员 就是人看入眼的 是不是 对 来吧 4号女嘉宾的原因 我没喜欢 他说跳我 啥玩意不知道 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喜欢对方的话就可以转身 您不知道要转身是吗 你看好对方吗 考虑考虑 就是说现在你没有考虑好 不可能为对方转身是吧 原因是啥 不了解 港人什么的 就刚才聊过这些 就比如说有人给你介绍对象 说他介绍行不行 你的回答是不行 不能接触 不能相处 是吧 是这意思 女嘉宾你现在很危险 我跟你讲 你现在依然沉浸在对你丈夫的思念 你现在好像都屏蔽外边的世界了 你都不知道你该找啥样的 不会了 是不 你现在必须走出来好吗 你这个状态 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他 没看上他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对吗 其实姐姐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原来的那段感情特别美好 将来我们要再找一个新的感情来到身边的时候 并不是等于对原来感情的背叛 你并没有对不起曾经对你好的那个人 因为什么 之前的那一段感情永远过去了 你要勇敢的面对今后的话 你才能够很好的切割 所以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是自个想来的 不要有朋友给你报名 因为你太糊涂了 你照啥样的字都不知道了 好 来二号的嘉宾 因为时间短不了解 其实为什么抠字 抠脑的问大家为什么拒绝对方的原因 就是从这个拒绝上面 我们才能看到你不想拒绝什么样的人 这样才能明确你寻找另一半的要求 这样电视机前呢 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非常了解 他适不适合在场的几位男女嘉宾 好不好 来了 非常感谢几位的参与 谢谢 再见 哎 再见 我想找一个有退休有双保的 最好是上保的 互相扶持到最后 我想找的另一半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只要心地善良对我好就行 我想找的另一半身地好无不良时候对我好就可以了 想找一个心地善良人品好对我好就行 我想找一个就是年龄相仿的 就是对有好的人 那个素质高一点的 今天在乡亲现场呢 遇到了一位八年还没有从之前的 这种婚姻生活当中 回忆当中走出来的一位女嘉宾 当然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在这里寻找一份安慰 寻找一份未来的方向 也希望大家在乡亲